在看这个影片时 火力军一直有个疑问 你说电磁脉冲武器是热兵器还是冷兵器 看看现在的飞机 坦克 导弹 有哪个离得开电子信息系统了 各类型的电子信息系统都朝着自动化 小型化迈进 而且各国在面对能够让战力翻倍的电子信息系统时 传统的火力打击手段已经显得力不从心 所以就搞出了这么一款武器 据说重量仅有一千克 就能摧毁几十吨烈性炸药才能摧毁的电子设备 它就是电磁脉冲武器 老规矩 我们视频开始前先提问题 什么是电磁脉冲武器 未来有哪些用用 美陆军想要装备电磁脉冲武器是哪款 我们又该如何防护 以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大规模应用 闪电见过吧 电磁脉冲武器简单的说 就是那种依靠人工技术产生电磁脉冲 威力相当于几十次闪电形成的电磁场叠加 是一种对特定区域或目标周围的空间 形成瞬间的破坏性电磁环境 用来干扰和破坏敌方的电子设备 从而达成战役战术的新概念武器 它号称信息时代的第二原子弹 如果你要是在电磁脉冲发生时 接近受影响的电子设备 你可能会因为瞬间产生的超高电压而灼伤 休克甚至死亡 它是怎么搞出来的 居然敢号称第二原子弹 电磁脉冲武器的研发并非刻意而是偶然 是美国在一次氢弹引爆实验中发现的 美军曾经在太平洋中部的约翰斯顿岛 进行了一次代号维海盘车的高空核实验 结果这次140万吨TNT当量的核实验 经造成了1400公里之外 夏威夷潭乡山地区的电气失灵供电网跳闸 甚至连高压线的壁雷装置都被全部烧毁 后来经过研究发现 氢弹爆炸时除了产生辐射热浪和震波外 还会产生射线撞击大气中的气体分子 使大量自由电子释出 这些自由电子受到地球磁场的作用 会进一步产生瞬间超强电磁辐射 这个从核爆到电磁脉冲产生的效应 被称作康普顿效应 正是这个效应导致地面上的电气产生感应电磁场 继而将电子设备烧毁 所以电磁脉冲武器的研发还要感谢康普顿 是他运用量子说对经典电磁场论做出了完美补充 后来者才在其理论基础上搞出来了电磁脉冲武器 如果按火力军的理解 电磁脉冲武器应该分成两类 一类是指运作超强电磁辐射 损毁敌人作战平台电子元旗舰的专用弹药或装备 另一类是指借助电磁脉冲形成战斗力的作战平台 像科幻电影里带有电磁武器的战机航母太空战舰什么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随着相关技术的成熟 号称电磁杀手的电磁脉冲弹终于问世 目前的电磁脉冲弹主要有两种类型 分别是核电磁脉冲弹和非核电磁脉冲弹 前者是一种以增强电磁脉冲效应为主要特征的新型核武器 后者则是指利用常规炸药爆炸压缩磁通量的方法 从而产生高功率微波的电磁脉冲武器 电磁脉冲弹因为不会产生核污染 所以它属于一种干净的第三代的核武器 再加上之前提到的未来电子信息作战 它一问世就成为世界各军事强国研究的重点对象 电磁脉冲弹产生的脉冲 能够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电子设备 让无防护的电子元件暂时失效或直接损坏 可以使计算机中的储存器丧失记忆功能 让整个网络无法继续工作 从而导致整个作战系统的瘫痪 另外虽然电磁脉冲可能不致命 但仍有很强的破坏力 能烧毁所有的电器电子设备 火力军最担心的 要是在战争期间电磁脉冲武器破坏了医院的医疗设备 那么任何依赖生命维持系统的病人就直接over了 甚至如果发生全球性的电磁战争 世界将倒退200年 和电影《黑格帝国》里一瞬间瘫痪无贼机器人一样 电磁脉冲武器已经不再科幻 它已经步入了现实中的战场 并且屡见其功 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美军曾利用一枚配备飞核电磁脉冲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 破坏了异军的防空雷达 导致伊拉克军队的防空高射炮 只能对着空中盲目扫射 还有1999年 北约对南联盟的使用的微波武器 造成南联盟部分地区通信瘫痪三个多小时 以及2003年 巴格达电视台遭受攻击 其中都有电磁脉冲的影子 可以说 电磁脉冲武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争走向 而且由于电磁脉冲袭击的范围广 能达到方圆数百乃至数千公里 所以不需要精确的制导系统 另外 它也不需要重返大气层的载具 因为弹头会在大气层以外的高空引爆 同时 它和导弹的可靠性关系也不大 反正只要有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就能实现电磁脉冲袭击 因此 其实际威胁可能比核武器更大 电磁脉冲武器除了有炸弹 导弹 炮弹的形式外 还有一种直接生发电磁脉冲的作战平台 负能武器 比如高功率的微波干扰机 微波炮等等 这类武器不是靠弹药爆炸 而是由系统的平台设施 催生出电磁脉冲 像俄罗斯一直在测试的电磁脉冲炮 听说俄罗斯这炮可不简单 最大射程能达到十千米 能摧毁地面上所有相关的电子设备 甚至是打无人机 也是一炮一大片 关于俄罗斯的电磁脉冲炮 霍利军觉得 它就像一块拥有超大容量的电池 在一瞬间完成了放电 并通过定向天线 向目标发射出高功率电磁波 来达成作战目的 同样的 美国也很重视这方面的研究 1985年 电磁脉冲武器被美军列为 空间武器主攻项目 1993年 代号竖琴的电磁脉冲武器投入实验 而2004年美军开始测试新一代电磁脉冲武器 致力于降低成本 2012年 美国一家公司研发的反电子系统高功率微波武器进行测试 携载该系统的飞机在低空飞行了一个小时 使七个不同目标内的电子系统降级或失效 沿线房屋中放置的计算机全部黑屏 2019年又在一次电磁攻击试验里 一次性击落了50架无人机 美国正在将这个技术实用化 用于针对风群无人机的机场和要点保卫工作 这不查不知道 没想到美国对这项技术这么看重 而且已经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电磁脉冲武器与普通的电子战武器相比 绝对是信息化战争中的无形杀手 从攻击对象看 它不像电子战武器那样只能干扰和压制 而是具有硬毁伤对手电子设备的能力 能使其长时间陷入瘫痪状态 而且在未来战争中 电磁脉冲武器最可能的使用方式 火力军觉得能分成四种 一是作为飞机的自卫式干扰装置 二是用于攻击通信中心或由雷达控制的防空武器系统 三是充当防空武器使用 四是直接通过火炮等发射装置 来对付敌方的地面电子设备 电子脉冲武器之所以前景看好 主要是因为它有一系列独特优势 首先电子脉冲武器的能量 从起爆点称锥形向外延伸 在传输过程中不受天气音速等影响 威力损失小而覆盖范围广 对于精确定位技术的依赖性很低 因此远比制导炸弹反复射导弹或常规炸弹效率高 其次电子炸弹主要造成电子设备和设施的毁伤 对于人员轻者造成烦躁不安 头痛记忆力减退 重者造成肌肤烧伤 内部组织损伤 但一般都没有强烈的副作用 因此从明面上看更加人道 使用起来估计也会更少 最后电子脉冲还是隐形武器的克星 我们知道隐形武器的秘密在于 靠吸波材料吸收电磁波 从而减少反射降低暴露概率 普通雷达反射的电磁波 因能量弱可以被吸收 但电磁脉冲武器的能量密度极大 瞬间就能使隐形目标的温度急剧上升 从而圆形毕露 凭借这些特点 那么美国的下一个秘密武器 很有可能就是电磁脉冲炮弹 和高功率的微波武器 而且美国要求前者必须适配155毫米炮弹 美军的终极目标 是将多个电磁武器当成子弹药 缩小到一个炮弹中 每一份都能有极大的电磁破坏能力 这就有点意思了 别的飞核电磁脉冲弹 都是用来打击数百或数千英里外目标的 但要是从155毫米口径榴弹炮打出来 难道美陆军想要的是超近距离作战武器 可惜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并没有在美国的研究计划中详细说明 我们也只有等它正式公开后才知道了 而对于后者 美国早就已经开展相关项目研究 最新的应该是反电子系统 高功率微波先进导弹项目 就是利用空击高功率微波系统 同时发射多个脉冲微波 以实现对多个目标进行攻击毁伤的作战效果 微波武器与激光武器同属于新概念武器 激光武器的光束以光速飞行 机动灵活作战反应速度较快 但同时受天气条件影响较大 而微波武器除了之前提到的受天气影响小 和火力控制方便的优点外 最重要的是 美国研发出来的陆基高功率微波武器 可应用于防空反导 能破坏敌方指挥控制系统和通信装置 可以起到良好的防御效果 只不过以目前的科技水平 微波武器的初步实战化并不顺利 依旧面临一系列复杂的难题 尤其是无法有效对空中目标展开攻击 如果攻击功率太大 可能造成自己武器的电子设备毁伤 功率太小又起不到作用 挺仇人的 除此之外 如何对来袭武器进行精确定位 确定微波武器的攻击方向 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且微波武器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占用较大的体积 自身也具有一定重量 这极大限制了其作为空机攻击武器的应用 并且微波武器在大气中的传输功率密度 也同样会随着距离增大而迅速衰减 极大降低了它的有效作战距离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一旦技术得到完善 微波武器绝对会让未来战争的发展 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到时候或许就会出现 科幻电影里的微波枪 人手一把爽到嗨 当然现在也是有微波武器的 就是领域偏了一点 像俄罗斯火箭兵部队的叶子遥控扫雷车 就是用高功率微波进行扫雷的 在实战中 叶子首先会用车载宽幅感应搜索模块 探测可疑地区 该搜索模块 犹如金属探测器或探地雷达 能利用电磁成像原理穿透地表 并对地下目标进行大致成像 一旦发现地下买有金属地雷 当探测到爆炸物时 大功率电磁信号压制设备 就能切断敌方对爆炸物的遥控信号 电磁脉冲设备通过发射微波脉冲 对爆炸装置内的电子部件进行损坏 使其无法构成威胁 俄罗斯是很倚重自身的核力量的 因此陆基核武的安全一直是俄军关注的重点 俄军担心敌方会通过布设地雷或路边炸弹的方式 来毁伤利用道路机动的俄陆及洲际弹道导弹部队 使其无法顺利进入发射阵地 而叶子的非接触扫雷模式 相比于其他扫雷方式 更为高效 安全 更能适应各种复杂环境 因此非常适合担任导弹部队的开路先锋 电磁脉冲武器按照美军给的层级标准 大智能分成干扰 降能 损伤损毁四个层级 也正是因为电磁脉冲具有强大的杀伤力 世界上主要的军事强国在研究和发展电磁脉冲武器时 也高度重视其防护技术 美国和前苏联在研究和发展电磁脉冲武器时 都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电磁环境效应 和防护加固技术的研究 甚至在1979年 美国总统卡特还发布命令 强调核电磁脉冲的严重威胁 要求每开发一种武器 必须考虑电磁脉冲防护能力 为此 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科特兰 亚利桑那州等地 建立了十余座电磁脉冲场模拟器 而到了台湾 除了拥有自己代号悬天计划的高能电磁脉冲武器外 台湾军方也十分重视电磁脉冲防护的研究 很早就开展了卖户计划 一种专门针对电磁脉冲武器硬杀伤的计划 用来防护台军重要的军事设施 战略民用设施和政府重点建筑设施等 并且已经在恒山指挥所 开始了其计划有反制脉冲效应 电磁反制防护网等七部分组成 以防范电磁脉冲武器的攻击 维持计算机网络运转 保护计算机作战指挥系统的畅通及数据库的安全 脉户计划实现后 台军方作战指挥系统等于戴上一顶防电磁干扰的防护帽 具体到细节就是可以通过屏蔽的方法来进行防护 屏蔽是利用屏蔽体来阻挡或减少磁能的传输 达到电磁防护的一种手段 就像你把设备完全放入一个导电的法拉第楼内 让磁场无法到达来保护设备 或者选择接地 接地处理是将电子通讯设备通过适当的方法和途径与大地连接 提高电路系统工作的稳定性 有效抑制外界电磁场的影响 避免机壳电荷累积过多 导致放电而造成的干扰和损坏 最后还可以选择滤波器 滤波器一般都是由电阻电杆电容组成 可以防止有用平带之外的其余成分通过 也可以选用铁氧体一类油损耗材 把不希望的频率成本吸收掉 达到滤波效果 既然电磁脉冲武器这么强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大规模的装备呢 或许大伙是受到各类科幻电影或是网游的影响 觉得强烈的电磁脉冲 能让敌人的战机军舰坦克等武器变废铁 轻松赢下战争 但这其实只是一种美好愿望 现实中可能不太容易实现 加上火力军刚才提的 各国都有自己的防护措施 因此电磁脉冲武器 只能大面积瘫痪民用电器设备 实际对军用武器的影响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在各国的武器设计规划里都有大量抗电磁脉冲的标准 像军用飞机就运用了火力军刚才讲的防护措施 首先飞机上对电磁脉冲敏感的电子电器设备 都有自动短暂的停电保护措施 且与蒙皮有良好的等电位连接 和联合接地防护措施 其次飞机各部位都有放电刷 加上所有导线和天线都进行过滤波和灭壶处理 并加装了防波套以及避免还装连接 来进行电磁脉冲防护 最后飞机上各种电器还会加装过压保护装置 而且在关键部位都有电磁屏蔽 像座舱航电系统 各种口盖缝隙孔洞等地方 一些重要的电子设备 另外还会有第二级屏蔽 等级最高的电子设备 甚至要加装特制隔仓或屏蔽罩 这种特级防护 就算将其放在离核爆炸很近的地方 也能确保电磁安全 而且现在先进的军用飞机在出厂前 都要通过抗强电磁脉冲辐射的 电磁脉冲攻击测试 要有在峰值电厂强度 50千伏每米上升时间5纳秒 距离10公里以内的 核爆炸电磁冲环境下的 正常作战能力 所以啊 现在大多数战机 并不是很惧怕电磁脉冲武器 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现在的科技水平达不到 或者已经达到 只不过都是各国高度保密的武器 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 好了 对于电磁脉冲武器 火力军已经解释完了 对于它是冷兵器还是热兵器 你有答案了吗 火力军的答案已经藏在视频里了 同时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就走开 我来说 对我来说 好